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Benny 那么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那对没有错 深度测评一下Fresh的高端线 古猿系列 其实也是视频的主题 这个原本计划被提前了 本来呢我是打算大概在10月份的时候 再去录的 但是最近北京真的是寒风死刀 刀刀入骨 就真的想不到前两天还在穿短袖 突然间冷起来就想 我觉得穿羽绒服吧 那Fresh的古猿系列呢 本来就是那种深度滋润的系列嘛 所以就把它提前来说一下 我真的是有一段时间没有录视频了 最近就很忙啊 包括就身体上面有些问题吧 好 现在I'm back 在视频开始 现在想到发大目多评论 多关注多收藏多 等我不要 如果可以的话 请问我有我的Instagram 那大家也都知道 我跟RVMH集中关系很很好 我呢就占了这层关系的光 就Fresh的全新产品 我们家都是有的 对 谢谢谢谢Fresh 谢谢OMH集团 大家礼尚往来嘛 这么久的关爱 我得就是回报一下 所以你听清楚了吗 我不是那种不给钱就不办事的人哦 人家是很懂这些东西道 当然主要是因为人家爱用东西好嘛 OK我们B话太多了 马上开始介绍 但我们之前讲过Fresh 古猿系列追火的 古猿修女面霜对不对 前不久刚刚讲过 我就不多做介绍了 它是能模拟那个皮肤的皮质 保护我们的皮肤保存水分 而且现在寒冷干燥的北风就 呼吹吹吹吹吹吹啊 在北方生活的干皮小可爱们 白天用它也没有任何问题了 也比较适合一些敏感皮肤的人群 包括你做了一些小小的皮肤管理啊 都可以用来修复 第二个东西呢 跟那个面霜好像很像啊 但它是个面膜 是古猿修复的一个面膜 这个面膜有点那个 太非糖那个夹心的那个感觉 它里面是有38%的那个 巴特法斯特蜂蜜的 这个东西非常好啊 可以很有效的帮我们提升肌肤的免疫力 但可能因为在北京 就冷热的交际很严重 所以说它这个 里面的蜂蜜还是什么东西 有点稀出 就有一点 奇怪的液体出现在外面 它的膏体里面是那种糖分颗粒的 它那个使用感 它是会形成一层油膜感在脸上 但是不是那种油乎乎的感觉 是有一层油膜感 我怎么会讲清爽的油 其实也没有那么清爽了 但是就是不会太油 就大家在用它的时候注意啊 Fresh他们家都是很玄学的东西 他们连那个油膜都是用来 护理肌肤的千万不要把它洗掉 一定要留在脸上 那这个面膜里面呢 也是含有他们整个系列的精华成分 灵魂成分 白毛花籽油 还有那个长寿精华紫锐菊 是有很有效的帮助我们修护肌底的这个功效的 我最近也是比较喜欢涂抹式的面膜 所以它最近是我的心头好 麻烦品牌饭给我及时相过来 谢谢 OK那么接下来东西呢 我们按照这个护肤顺序来啊 先讲一下它这个水 这是古源系列的一个修护保湿液 它它属于一个精华水 它不是那种黏黏稠稠的质地 它是那种很清爽的感觉 但是是拥有滋润力度的 它里面呢 还有高含量的天然翠竹水 还有薰衣草花水 还配合了白毛花籽油和沙基油 有一个点我刚才往说了 就这个水啊 它在涂在脸上刚开始 包括它的质地都会是黏黏的感觉 都很清爽 但是你涂在脸上 如果你什么都不干 你涂在脸上就出去了 就干别的去了 这是我曾经干过的事情 然后你脸上会有那种 很奇怪的黏黏的感觉 能理解吗 就是感觉它干了之后 它变成另外一样东西 是成膜了还是怎么样 所以说如果大家不喜欢这种肤感的话 再用完它之后 要立刻马上用其他的产品 但是对于它的修复舒缓和保湿程度来说 我觉得这瓶水可以达到个七八分这样子 好那么下一样东西呢 是我很久很久之前 它这个系列刚刚出来的时候 我就推荐过的一款产品 就是它这个修女精华 但我当时拿的那一支 是全球这500支还是5000支 我说明就有一支 国内也没有几支 那这一支呢 这一支是就是大家都能买到的长版 就跟那个不太一样 那支精华呢 算是比较厚重的那种感觉 那这支精华比较清透 那这支精华里面呢 是有九种不同植物的根精 而是根精是什么 我就不说了 太多了 把它们浓缩萃取之后 就变成了就是玄血的产物 这款精华 就大家都知道 我一直在讲 Fresh真的是玄血护肤 你信它它就好用 那这款精华呢 非常珍贵 它修道是手工打造的 这支精华呢 成本上我就不多讲 因为别有很久很久之前讲过 如果你们感兴趣 要自己去找一找 翻一翻很久之前的视频 我都不知道哪期了 那它本身也是一个 主打修复肌肤的嘛 但我用下来呢 我觉得最厉害的点 在于它可以活化 我们的脸的这个绒毛 就是用完之后 我们的脸的气色会提升很多 然后皮肤的那种活力 会很明显的有提高 包括对于一些其他的 小小的细细的问题 也有一定的帮助 用完之后 那皮肤都是柔滑细嫩的感觉 然后还有一点 就是这支精华 它的味道有点点奇怪 很奇怪我也形容不出来 那个味道在哪里闻过 找不到啊 就这个味道 这么奇怪的味道 我应该一下子就能找到 但是我就是找不到 反正它的味道就是很奇怪 OK下两个东西 是一件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东西 就是这个精华油 他们家的古源系列的AA精华油 就关注我 大家大家都知道 我是一个非常喜欢用精华油的人 护肤也好 头发也好 身体护理也好 我都会用到精华油 其实我对于这种精华油的喜好 是远远高于精华的 而这里面 它的白毛花子有成分含量高达53% 就我为什么这么喜欢白毛花子有 如果有一些成分党 应该就知道 就是白毛花子有 是一种非常稳定 非常轻浮的油脂成分 它的看法能力极其至强 就很多油脂 尤其是植物油脂 它是很容易被氧化和变质的 而白毛花子有呢 就完全不会 并且它可以模拟 我们肌肤自身的那种脂肪酸 能够很有效的帮助 我们达到一个封闭修护的效果 包括它里面 还有一些其他的沙集油 黑加仑子油 都可以很有效的帮助 我们提升肌肤的自身免疫力 一同运转修复肌肤屏障 很推荐的一款产品 如果你也是一个 喜欢净化油的小可爱 勾入它 大家平常用的话呢 不管是面霜啊 精华啊 甚至说是化妆水啊 都可以融合它来一起使用 因为它真的很百搭 那如果说大家觉得 就是秋冬季来了嘛 脸太干 但是我觉得那种高滋润 又很好用的面霜太贵了 我觉得不太OK 那你可以考虑入一款这个油 你可以把它滴在面霜里面 增加本身的滋润度 同时还可以增进护肤的效果 好使 OK最后一样东西 古元的眼精华 这个眼精华呢 跟着面部精华一样 就一对亲戚啊 那大家注意一下 它是个眼精华 不是个眼霜 它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 包括面霜 还有其他的版本 还有一个眼霜在里 但是今天我都没有讲 大家都知道我什么意思吧 希望品牌方也知道一下 就点你呢哟 那这个眼精华 它里面是有新一代的 抗糖化成吧 最近抗糖很火啊 是一种珍稀植物 那个树皮里面 提纯出来的东西 这个玩意儿呢 就是波斯丝绸术 感觉就很神奇啊 就说的很夸张啊 说它可以就是 预防和逆转部分的 糖化蛋白质 我就觉得哇 这个概念就是 从抗糖化和根源修复 两个概念一起去帮助 我们修复眼周的肌肤 记住一点啊 就是对于小细菌 它要修复眼周肌肤有效果 你要是就是 就是皱纹横生的 我觉得你还是 就是考虑考虑别的东西 它只能帮你淡化 那这就是我今天评测 Fresh的古元系列的一些产品 说实在话 其实就很多人都说 Fresh是就是那种 我觉得也没什么用啊 哗啦哗啦哗啦的 但是实际上 我真的是觉得很玄学虎肤 它就真的很玄学 你一定要相信它才有用 我对两个嘴 给大家分享一个事儿 就很久之前 他们那个黄糖的面膜 包括那一块货的几款产品 我那时候就很坚信 我一用起来 我觉得特别好用 然后后来呢 身边一些朋友 就听起一些朋友的谗言 就觉得哎呀 那不好用 哗啦哗啦哗啦的 但我当时觉得还挺好的 结果 就在很短的时间内 我就觉得它真的不好用了 我用它的时候 就没有之前那么的经验了 就那个时候 用第二天早上起来 就感觉皮肤特别好 但是你不相信它时候 第二天起来 就好像也没有什么变化 那个时候 刚刚开始上谷言系列的时候 我不有收到吗 我觉得哇 这个系列真满贵 就贵出他们家 其他产品线 我觉得我信一信 就用完之后就真的 哎呀挺好用的 这种再去用那个黄糖 哎呀我觉得还是很好用 就真的很玄学 你知道吗 OK那么以上呢 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视频 请你们多拍大目 多评论 多关注 多收藏 多投币哦 如果可以的话 喜欢微博的instagram 学学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bye bye yuck 中文字幕 李宗盛